非洲东部的山地大猩猩 是全世界体型最大 最有力气的灵长的动物 由于人类贪婪和无止境的乱砍伐 山地大猩猩的生存环境 极易遭受破坏 他们的栖息地面临着巨大威胁 山地大猩猩只有在遭受过战争破坏的乌干达 卢旺达和刚果边境出没 最安全的栖息地是在乌干达境内 一个面积为330平方公里的不温地国家公园 公园四周是峭壁峡谷还有深山密林 2002年为了查清不温地国家公园里究竟有多少大猩猩 环保专家和大猩猩跟踪员在这里住了六个星期 设法清点他们的数量 尽管有六只队伍一起出动搜索 大猩猩仍然很难被发现 所以动物学家必须另想办法去查清大猩猩的数量 大猩猩每天夜里都会搭窝 躺在树枝树叶上睡觉 由于每个大猩猩都有各自的窝 因此等他们睡醒离开后 环保队通过窝的个数 就能精确地数出这一群大猩猩到底有多少吃 由于经验丰富的跟踪员人数不多 所以附近的围龙家国家公园的几位同行也来帮忙 来自刚果的跟踪员杰拉德说 在温布迪跟踪大猩猩的难度更大 因为在这里大猩猩爱吃的软植物数目很少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 游客络绎不绝 为乌干达野生动物局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1999年3月 这个公园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一群叛乱分子杀死了八名游客和一名护灵工 旅游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自那以后军队经常出动巡逻 接着为你播出 东风康敏斯部网冲击波 匹克特约之社会能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